女人查到丈夫的社交账号经常出现一个女孩 而且对方还显示单身状态 她立马感到了莫名的不安 尽管看上去两人并没有亲密举动 但双方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 女人画上精致的妆容 还不忘喷上丈夫最喜欢的香水 等到丈夫下班回家 女人更是一改往日的高冷 她主动地靠近丈夫 没想到丈夫只是敷衍地亲了下她 然后赶忙找了个借口离开 女人感到了莫名的羞辱 然而等到两人都熟睡后 丈夫的手机却突然收到一条信息 丈夫慌忙地关闭了手机 但还是被女人听到了 女人要求检查她的手机 丈夫却认为两人应该相互信任 但无论她怎么解释 女人都不相信会有哪个同事 在凌晨四点发来消息 就在女人要冲过来抢夺手机时 丈夫紧紧把手机抓手里 借女人铁定心要检查 毫不犹豫地将手机摔坏 第二天 女人又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主动向丈夫表示了歉意 为了弥补自己的冲动 她更是提出自己帮她去修手机 丈夫却说她已经使用了很多年 还不如去买个新的 女人见状也只能失落地离开 然而 丈夫也并不像她所说的那么单纯 两人相互的眼神充满了爱意 与此同时 女人偷偷给一栋公司打电话 谎称手机被摔坏 想要调取重要信息 当公司得知是用丈夫的证件办理时 却果断地拒绝了女人的请求 无奈之下女人只能另寻她法 偷偷来参加丈夫的公司聚会 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照片上的婆娘 看着台上亲密的两人 女人忍住了冲上去搏斗的念头 然而 等到聚会开始后 她看到了两人前往二楼的背影 一种不好的预感涌上心头 女人悄悄地跟了上去 但这里安静的有些可怕 为了不让房间中的两人发现 她悄无声息地脱掉了脚下的高跟鞋 然后缓缓地靠近 当女人走到门前时 却被眼前的一幕吓呆了 不该看的和不该看的都被她看到了 但女人并没有声张 她回到家里不停地哭泣 如果你要以为是她太过懦弱 那就太小看了这位女人 第二天 丈夫和婆娘在工地上偷偷谈项目 她原以为这样快乐的生活 会一直持续下去 但没想婆娘却提出了结婚的想法 表示不想再继续这样偷偷摸摸下去 更是强迫丈夫向女人坦白 于是 丈夫硬着头皮找到女人 当她提出暂时分开的想法时 没想到女人却一针见血地 直接捅破了谎言的表面 面对丈夫的谎言 女人也不再伪装 她表明了自己在办公室 目睹了两人的仇事 随后 女人又警告丈夫 如果她执意要背叛自己 自己将向警方揭发 她的财务欺诈行为 这不仅会让她面临坐牢的风险 最终的下场 也只能是人才两空 丈夫没有料到 女人早已有所准备 更不可能想到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会让她感到恐惧 丈夫找到了好友 将自己的困惑告诉了她 好友给出了一个主意 建议她可以从女人身边的朋友入手 看看是否能说服对方 随后 丈夫找到了女人的闺蜜 以两人感情破裂为由寻求帮助 然而 闺蜜却告诉她 要让女人离开并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女人以前曾有过一个男友 背着她喜欢上了邻居的妹子 最终男友的下场 居然是失足掉下了悬崖 闺蜜怀疑这事情 与女人脱不了干系 但这只是她的猜测 随后 丈夫来到当年男友失踪的地方 试图找到拿捏女人的犯罪证据 这样就能摆脱她的束缚 于是 她立马联系了当时的邻居妹子 原来那时他们几个人正在野外露营 而男友却背着女人 带妹子去了小树林 妹子并不确定是否被人发现 但没过多久 她就听到了男友的惨叫声 等妹子赶过来后 男友已经隔屁了 丈夫想知道女人是否与此事有关 但没能得到她想要的答案 就在她打电话的时候 女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出现了身后 对丈夫动手 而是一路尾随着她 目睹了丈夫和婆娘一起见家长的一幕 也在此刻 女人终于下定了决心 等到丈夫回到家后 女人再次威胁要报警 逼迫她必须与婆娘分手 然而当婆娘接电话时 丈夫却不知如何开口 犹豫了许久都依旧没能开口 因为她认为这样对两人都太不公体 还没等她狡辩 女人直接将丈夫赶出了家门 面对即将可能净身出户的情况 丈夫露出了杀意 她将车子停在女人夜跑的必经之路上 当看到女人经过时 丈夫毫不犹豫地启动了汽车 眼神坚定 一脚由门撞了过去 女人被瞬间撞倒在地 但没想到她竟然没有立刻死去 为了已决后患 丈夫决定捕刀 挂上倒挡 对女人进行了二次碾压 当她确保妻子已经失去了生命时 她才终于满意地离开 接着 为了给自己制造出不在场的证据 丈夫回到公司 假装加班到很晚 故意让职业般的清洁员工看到 然后她心安理得地回到家中 冲了个凉水澡 试图净化掉满身的罪恶 随后她又为自己倒上一杯酒 然而 就在她以为一切已经结束时 突然听到了妻子的声音 她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看着眼前活灵活现的女人 丈夫瞬间被吓傻了眼 她的身体颤抖着 久久未能说出一个字 当得知女人换了一条新的路线时 丈夫才意识到自己杀错了人 但女人对这一切全然不知情 还以为丈夫是已经回心转意 第二天 她甚至将自己的奔驰车给了丈夫 不料当女人独自驾车上班时 却看到警察已经封锁了道路 得知昨晚有人肇事逃逸后 女人却还没有意识到 对方只是个替死鬼 还单纯地以为只是一场车祸 但当她来到洗车店后 发现卡里的余额竟然被清空了 女人气愤地找到店员质问 但被告知昨晚有人使用了这张卡 她回到家中 拿来了当晚洗车的录像 惊讶地发现 画面中的那辆白色面包车 与警方在通报中的一致 看着丈夫一直回避她的目光 女人终于明白了一切 她没有想到 丈夫的心肠居然如此歹毒 好在这时 儿子突然上来 女人抓住机会逃了出去 丈夫此刻也陷入了深深的恐慌 她担心被妻子报警 但没想到到了晚上 女人却约她来餐厅见面 她拿着把柄威胁她 要求她与婆娘断绝关系 甚至逼迫她必须杀掉婆娘 因为一旦对方还活着 就始终对女人是个威胁 见丈夫犹豫不决 女人更是抛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原来年轻时 她看到男友背叛了自己 于是趁着男友在悬崖边抽烟时 悄悄来到对方的身后 为了报复出轨的男友 她残忍地将对方推下了悬崖 然后 她慌张地跑回教室 在音乐结束前的最后一秒 假装自己从未离开过 而值班的老师也证实了她的不在场 女人之所以告诉丈夫这个秘密 是为了证明自己深爱着她 只要丈夫能杀掉婆娘 那么彼此间就都握住了对方的把柄 两人将至死不渝地相伴终生 面对这个恐怖的妻子 丈夫也只能无奈地答应 为了给丈夫制造不在场的证据 两人来到一家高档餐厅 丈夫趁机从二楼跳下 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婆娘家门口 但婆娘这时正为丈夫 事连数天而生闷气 压根不想搭理丈夫 却没想到丈夫静一下砸碎了玻璃门 制造出入室抢劫的假象 可当她听着婆娘惹人心疼的哀求声时 丈夫又心软了 与此同时 女人用丈夫的手机 给婆娘发送了一条分手的短信 随后等服务员上门送餐时 以拿小费为由 让服务员稍等一会 接着来到洗手间 放出提前录制好的声音 让服务员误以为女人的丈夫正在洗澡 制造出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这原本天衣无缝的计划 丈夫却中途又掉了链子 当丈夫打开洗手间的房门时 竟看到了满身是血的女人出现在婆娘家 而婆娘已经隔屁了 丈夫惊魂未定 强迫自己接受现实 很快 警方接到了婆娘邻居的报警 屋内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证据 但他们还是调查出了婆娘和丈夫的关系 然而 当警方过来询问时 女人主动说出他们已经分手 并且提供了完全不在场证明 警方也只好离开 将婆娘列为了失踪案件 还在婆娘家附近展开了地毯式搜索 可找了许久都一无所获 这时小镇上正好在举办篝火晚会 丈夫和好友向着湖中心划去点火 面对湖对岸的警察 丈夫表现得极其慌张 当他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后 才点燃了湖中心的篝火 听着警犬不停地狂吠 警长开始察觉到异常 但说不出哪里不对 看着小镇上的市民欢声笑语 最终警长也只好无奈地离开 然而没有人知道 在篝火的下面 竟然藏着婆娘的尸体 这个秘密也将随着火焰的熄灭而被埋葬 因为骨头在1200度的高温下 会被烧得一块都不剩 很快 女人卖掉了房子 决定带着丈夫孩子搬到别处重新开始生活